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1927年春开始 日本最高当局加紧了侵华步伐 4月20日 日本陆军大将田中议一 出任首相兼外务大臣与托职大臣 组织了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内阁 他已上台 秘密制定了一份名为帝国对满猛之积极根本政策的侵华文件 接着 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 召开了专门研究新华计划的东方会议 确立了将满猛从中国分离出去 为根本方针的日本国策 1927年年底 由田中首相将这些方针与计划写成奏折 上成日本天皇玉人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其核心内容就是 文欲征服中国 必先征服满猛 服欲征服世界 必先征服中国 主张日本迅速向满猛跃进 充分表达了日本的侵略野心与战争狂热 日本高层态度夜入皇宫超出密件 1927年底到1928年下 日本政府对中国日益加剧的侵略行径 与传说中的田中奏者内容几乎完全相同 这尤其引起东北地方政府 新领导人张学良的深深忧虑不安 因而致信给蔡志堪 四岁时改姓山口 长大后在日本经上 因经营德法 成为日本商界的巨富 始终心系中华 蔡志堪与当时日本政界不同派系的几位头目 都建成了很深的私交 他利用了自己广泛的人脉 乔装成一名表夫将 由山下勇带领前往日本皇宫 用了两页才将奏折完全抄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